大家好啊 我现在是在山东 威海汝山 盐滩啊 这边也是一个度假区 我现在是在这个 盐滩度假区的一个夜市上面 这个夜市啊 人特别多 非常的热闹 卖什么都有 不多不说啊 这边的这个地摊经济搞得非常的好 如果北京有这样的夜市 人也会非常多 好多朋友在这边买房啊 好多朋友都在山东 威山买房 还有龙口东海度假区买房 我们今天也是从青岛玩 本来青岛 昨天去了青岛 但是想在青岛玩两天 今天青岛下雨了 想去的博物馆啊 都约不上 所以我们就来这个 汝山盐滩了 一直想来这边 没来过 我爱人来过 我还是第一次来 发现这边啊 真的非常的热闹 感觉和龙口比起来 各有千秋 龙口那边 那个度假区的规模 我觉得没有这边大 这个这个 沿滩的度假区的规模 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你看看 特别的有生活气息 在这啊 你听着说话的这些人啊 哪里都有 有北京口音的 河北口音的 山东山西的 就是全国各地的口音的都有 全国各地的朋友啊 都有在这个 银滩这边卖房子的 你看这些小菜 都是自己家里种了 吃不完拿出来卖的 哇 真热闹 卖百货的 水果的 什么都有啊 给大家看看啊 这种的房子 都是没有电梯的 这种的入住率啊 也不是特别高 反正每一栋楼里边 要亮 有两三户两灯的 这会儿啊 看不出来 因为这会儿 人们都在海边上玩呢 都在夜市上逛呢 所以说这会儿 是看不出来的 都回了家啊 夏天入住率 肯定是非常高的 因为这边 和东海龙口一样 和龙口东海一样 季节性非常的强 毕竟它是海边城市嘛 所以冬天人会少一些 夏天人会多 但是它这儿有一点啊 它这儿的海是在南边 那个龙口的海是在北边 北湘海 这边是南湘海 相对来说 说实话啊 我实话是说 比龙口那边 湿度要高一些 要潮一点 看那边 这些两边都是小区 但是现在亮灯的 不是特别多 因为都在外边玩呢 卖什么都有 还是很热的 很接地气的 我特别喜欢这种 有生活气息的城市 而且又挨着海边 非常的不错 这个夜市 它不是那种小吃街的夜市啊 卖什么都有 卖水管的 蓝莓 15 15 一斤 18 一斤 20 25的 还有28的 特产蓝莓 还有他们那儿的葡萄 特别的甜 在北京真的没有吃过 这么甜的葡萄 这是卖水果的 卖 日用百货的 全部都有 还有一些小吃 但是卖小吃的 不是特别多 这就像 这就像一个大 这个夜市像一个大吉一样 卖什么都有 大家看看这个小区啊 入住率挺高的 门口也挺热闹的 好多亮灯的 这人 还挺热闹的 这是个别的小区啊 因为我也是第一天来 不知道它这有多少个小区 反正看到这个小区挺大的 我得赶紧去找我儿子他们了 我们去吃饭 这个入住率低吧 这种没有电梯的入住率都比较低 它这开发的比较早 还没有 所以说它这房子显得也比较老一些 对面的这种高层啊 应该就是开发的比较晚的 入住率也高 因为有电梯 这边 就没有什么人 一栋楼里啊 晾个两三户 就是多的了 这种没有电梯的房子